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台北京MMO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版本中最簡單最簡單 亦都最快捷觸百變怪的方式 OK 大家都知道最近推出了成都地區 所以有很多新的精靈球推出了 這次的主角就是這顆夢境球 這顆夢境球就是可以捕捉到 陷入了好幾輪睡眠狀態的精靈球 它最大就有4.0X 即是4倍 它要陷入睡眠狀態兩彎以上才會有這個效果 OK 然後我們講一下精靈的配置 要有什麼工具準備 第一隻一定要準備的就是這隻真男人 真男人 個體值是沒什麼所謂的 個體值低一點防會比較好 因為這隻將會變成百變怪 即是百變怪會變成他的 而技能方面就是這樣 你看到技能方面只有一招睡眠 聰明的可能已經知道我想要做些什麼 沒錯就是百變怪會變身做這隻打擊鬼 然後它就會陷入睡眠狀態 由於睡眠睡覺這招技能 一定會睡兩彎 所以就可以透過這招技能去捕捉百變怪 好 而另一隻就是平時撿垃圾用的 喵喵怪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基本上你平時撿到垃圾的 打在這個方法底下都可以用到的 好 沒什麼特別的 要有一招聚武功 還有有一招的點到為止都會打的 這兩招就一定要有的 OK 而第三隻寵 第三隻寵 第三隻寵就是有一隻 懂得急速折返 或者是那招的伏特替換的這些 轉寵技能 對呀 要打到少少傷害又轉到寵的 沒錯 這隻我也是在加力巷裡 隨便買一隻 我自己看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速度大概77 攻擊就61 就不要太大力打死那些百變怪就可以了 OK 先講一講這個打擊鬼 打擊鬼可以在這個15號道路 合中15號道路 在這個深色草地可以撞到的 大概你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特性一定是堅硬 即是結實 然後防禦減低一點會比較好 不過如果不低的都沒什麼所謂 好 現在就實測一下 究竟這一套的觸發變怪是如何運作 還有先說一下 這個方法我估計官方應該很快很快就會削弱 對呀 大家就 我不知道你們看的時候這條影片會不會是已經 開始在考慮削弱的 對呀 不知道的 大家記得留意 如果它真的削弱了 我會在那個影片再講 首先遇到一隻百變怪在這裡 好 那就遇到百變怪了 遇到百變怪第一件要做的就是 就是用我們剛才那隻 懂得伏特替換 又或者是急速折返的其中一隻 你選一隻就可以了 那就打了它 你看到對面扣了血 現在就換回 新男人 即是這個打擊鬼出來 對面就會換了這個打擊鬼 他換了我們的打擊鬼之後 應該會使用睡眠 因為他只有睡眠這招技能 好 那就直接睡覺了 這個位置 你看到他滿了血 然後我們就要去攻擊他 需要攻擊他 這個… 罪魔攻 由於打擊鬼是有結實這個特性 所以你看到他不會打死他 還有現在是第一回合 我們用點到為止 再打多一回合 OK 他還在睡覺 這裡就可以用夢境球 基本上 這個捕捉率是極高的 基本上就不會怎樣爆球 這樣就成功捉到 OK 搞定了 這樣就 非常之簡單 過程可能都是說 分幾個小時 分幾個小時差不多 都是好像四至五個回合 這樣就有一隻的白變怪在這裡 整個流程就是這麼多 那有什麼要注意呢 注意的就是 這隻的打擊鬼 它是要在55以上 因為呢 為什麼要55呢 因為如果你高過55 它是會學到… 你低過55 它是會學到其他技能的 學到其他技能的 給大家看 好了 又來多一隻白變怪 一樣操作 一樣都是先用U-turn 這招的急速折返 換另一隻重上來 即是打擊鬼 換上真男人出來 對面就會變身 變身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換走 換回做什麼什麼怪 來到聚寶弓 還有這個刀背打 為什麼要選聚寶弓呢 因為其實 在… 丟這個精靈球之餘 還可以賺少少錢 因為那個夢境球其實都貴 所以呢 這裡做一個聚寶弓 幫助一點點 就不用蝕得那麼… 即是怎麼說 不用蝕得那麼厲害 然後這個時候 就可以再刀背打 記得要注意這個彎數 不要第一彎就扔 因為第一彎扔 它是沒有效果的 一定要兩彎 你才會明顯看到 它是很容易入球的 正常來說都入到 沒錯 那就搞定了 就是這麼簡單 觸發變化這個流程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看看遲些會有什麼教學 可以教大家 大家 好快點用 因為好快就會RF 我覺得 OK 下次再見 拜拜